这一天 鸡胸回忆起了被GEM支配着的恐怖 以及被囚禁在锅中的区域 剑 炒 炖 煮 炸 堪称 鸡胸十大酷刑 今天这个女人终于要对鸡胸以外的地方下手了 鸡胸是 鸡胸真的是一个经常被我们忽略的高营养密度的食材 而且关键食材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价格非常便宜 比鸡胸肉还便宜的优质食材 这么好的食材怎么能够逃过GEM小厨房的手呢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鸡胸 把鸡胸做成可以go with everything的一种酱 不卖关子的 然后以及它的神仙搭配吃法 可能看到这儿有人说鸡胸啊走了走了 别走同学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曾经不喜欢鸡胸的话 麻烦在弹幕中sick high 但是自从把这个鸡胸做成了酱 那可就不一样了 首先买完的鸡胸呢 我们一定要先用水浸泡三个小时以上 那你可以看到 买回来的鸡胸和浸泡水之后的鸡胸 它们在颜色上就不一样 这个血水泡出去了呢 我们做出来鸡胸的腥味也会减轻很多 然后就是小心的把鸡肝上的筋膜和血管把它们都剃掉 虽然场面有些血腥 但是还是蛮爽的 很解压这个动作 要注意啊 其实任何肉类 它身上的筋膜啊 还有血管这些东西 还有残留的血液 都是它腥味的来源 所以呢 在处理肉的时候 这个法则是可以通用的 做鸡肝酱的搭配呢 我选择了洋葱 因为我是想让它在这个鸡肝酱里面充当一些甜味的来源 那把洋葱切好丝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锅翻炒了 虽然不至于炒到像焦化洋葱那种程度 但是也要把洋葱上了一层焦色 完全软烂了之后 再把鸡肝放进去 加了一点点味淋来调味 如果你没有味淋的话呢 你用料酒也是可以的 在翻炒鸡肝的时候呢 我还加了一些白胡椒提鲜去腥 还加了一些盐来调整咸淡味 通过翻炒 你会发现锅里面的水会变得有一点多了 这是因为鸡肝在炒的过程中会出水 盖上锅盖让它焖煮10分钟 让这个鸡肝熟一熟 那你看煮完了以后呢 这个鸡肝的水分也变得少了一些 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把它们都放进料理机开始搅拌 搅拌成这样呢 你可以尝一下鸡肝的咸淡味 再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来加盐来调整 鸡肝酱放在冰箱里呢 冷藏保存 每次吃的时候 保证使用一个干净的小勺子就不会坏 大概可以保存一到两个星期 话说回来 真的趁热吃的鸡肝真的是超香 要不要尝尝 热乎的 而且做鸡肝酱呢 真的就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泡一炒一搅 就搞定了 是不是超级快 这做好的鸡肝酱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拌面条 还可以用它做成又重口又清新的小甜品 以及用它来做我们的日常面包抹酱 黄瓜切片 草莓切两半 然后呢 在黄瓜上抹上一层厚厚的鸡肝酱 再点缀一点果酱 扣上草莓 就完事了 如果你说你没有草莓的话 那就直接两片黄瓜一加也能凑合 这种看似暗黑的组合呢 喜欢浓郁鸡肝味的朋友 要千万别错过 超上头的 把准备好的大蒜切成末 然后下锅用少量的油煸出香味 再放入一大勺鸡肝酱 让这个酱和蒜末融合成酱汁 如果太干的话呢 可以加点煮意面的水来勾兑一下 接着放入煮好的意面 让它们充分搅拌 当酱汁裹出每根意面的时候呢 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再加上一颗温泉蛋 撒点混合香料 超快手的蒜蓉鸡肝意面就完成了 当然了啊 万能鸡肝酱抹面包就别提有多香了 无论三明治里面配的是什么夹心 有鸡肝酱加持就会让食材的味道放大 并且变得更加浓郁 每一口都超满足 无限回味 如果你看完这些节目有被我馋到的话呢 不妨赶紧去超市逛逛 买回这个鸡肝回家动手试试看 我保证你一定会大开眼界 大呼过瘾 大开胃口 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那如果你想看更多关于健康饮食的节目呢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 那我们就下期处方再见咯 拜拜